屈原里面的菊颂写到叫后皇家树菊来福西 这个诗的菊是指的哪种水果 三个答案您给大家说一下 菊子 臣子 柚子 屈原在菊颂当中写到的菊来福西 寿命不迁更依致喜 是吧 对 这是屈原的菊颂里的 这个菊是哪一种 我们这位中文农大的同学肯定知道 先不让他说 先不让他说 你先说说 那个时代也就是菊子又能有 橙子又是后来的 就在那个时候 对 那时候还没有橙子 战国 战国时候 因为刚才我们听说 橙子这个品种是从明朝开始才流传到国外 所以这个培育的时间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战国有没有橙子的 你选的哪个 我选的C 柚子 就屈原实际上是个柚送的 对 屈原和楚白王两个人 对对对对 互相在那对着吃柚子 行 反正每个选项都有道理 你选的哪个 我选A 你要是选错了 你估计回不去家乡吧 我也是 我也是 紫贵人把这个搞错了 我选的B 橙子 我怎么觉得有点危险 对 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 最后在这道题上 如果选错 反正你俩 要么是他回不了家乡 要么是你回不了家乡 对 要么是你回不了学校 我们看一下大家 这一百位云端观众 他们选项的比例 选B的人还很多 选B的人占到了40% 选A的35% 选C的24% 正确答案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举子 A 对吧 你提前提前毕业吧 就是在汉朝的时候 历史的记载 有橘子 有柚子 所以你说的 也不是说没一点道理 你算半对 汉朝那时候已经有柚了 有橘 柚 柚 有子 您说的子就是 就是一个墓子 一个墓子旁 一个枝 就是淮南为橘 淮北为枝 对 到了宋朝以后 我们记载才有田城 柚子和橘子是非常古老 橘子和柚子杂交 产生一个三层 三层再跟橘子杂交 打交以后 就到田城了 田城到今天 应该是一千年左右 我们记载的 所以战国时期 还真没有弊这个选项 那个应该是没有了 恭喜你 蒙队 我记得了吗 我记得了吗 我记得了吗